来说金牛座11月的挑战与好消息 很明显的行运是一些来回往返 一直没有弄利索的事情 10月底到11月初 也就是10月28日到11月5日左右 会迎来一个全力的冲刺 你们会想办法把它弄利索 有一种这次要做好 别再反复又重来的感觉 11月6日7日到9日以后 这几天明显整体的一个感觉更自由 也可能给自己放了个假 不是说你们这个时候不读书不工作了 而是说事业读书方面 等到11月初那几天熬过去 后面你们可自由把控的时间会变多 对自己的安排会更自由 虽然事情仍然很多 可是你们可以规划今天做什么 明天做什么 哪个先哪个后 金牛座是很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 做事的星座 你们其实不怕火多 就怕都堆在一起 而11月6日左右开始到19日呢 金牛座有机会错峰 把任务错开 振得一个时间差 所以呢这个轻松并非指任务量变少 不要希望事情变少 而日子金牛座这个时候 能够聪明的让一些事情有转机 或者是回旋余地 那这里也要提醒一下你们 这个期间肯定还是会有其他外界人 来干扰你们的 所以你们要自己算一下 哪一种方法对自己是更有利的 这个有利不是指让金牛座舒服 而是说让金牛座拿到实际的好处 所以这10天脑筋要动起来 需要斗智斗勇 工作和读书上都需要用到巧劲 这个期间做事的先后顺序 优先级 比这个事情本身更欢呼 你们的一个最终效果和利益 也就是财 特别是11日到13日 日水进入到八宫以后 金牛座的偏财运开始变旺 所以一部分的金牛座 今年末到明年初开始会迎来 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 丰收 当然更大的丰收是在明年 但是整体的财运 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慢慢慢慢起来了 区别是今年末还是一个偏财 明年是会以正财为主的 意思是明年的财运会更稳 今年末这个财还是要靠别人给的 偏财呢 就是包括向业绩提成 做生意 客户相关的分红分骨 也包括别人给自己一些东西 还有伴侣的财 快的话呢 11月中下旬就可以初见端倪 慢一点的12月5日以后 到明年初12月开始起运 但是呢也要注意啊 如果从11月开始 你的财运是变差的 你就要赶紧止损 这说明你的个人心态里某颗心 这个时候肯定是有困难相位的 偏财的困难相位呢 往往就是没看准 估算会发生错误 那就要及时的止住 偏财最怕瞎折腾 有困难相位就不要去走这个偏财 不瞎折腾就是困难相位的人的偏财 懂了吗 记住要进入座 自己要去做一个对应 毕竟星座视频是不对应个人的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一些情况 11日起到月底呢 都要对财有关的事情产生警觉 比如说合作合伙啊 契约啊 利息啊 收益啊 借贷啊 投个资啊等等都要看清楚 以及一些工作上的变化 在11月中下旬也可能会引动 一直持续到12月 想辞职的金牛座 先别考虑难不难受 先想一想什么时间去走 对自己会更划算 那个时间再走 我给一个大方向的时间 整体行运来看呢 12月跳槽会比11月更适合 但是每个金牛座星盘不同 具体的情况还是以自己的星盘为准 读书方面呢 11月课业负担仍然挺重的 可能也会有来自外界他人 带来的一些危机感和刺激 使得金牛座无法松懈 这对读书来说 其实是一件好事啊 来年回看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很感激 人生能够有一段时光 自己沉下心来 研究点真正有用的知识 或者是专业性的东西 所以要珍惜这个时间 让自己借着这个孕 学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可以在这个时间挖得很深啊 把一部分支持 部分的金牛座终于 可能也会有些学业的阴影袭来啊 那如果发声尽快调整自己 因为你们接着后面还有新的任务 不要因为一次实力 就让自己陷在里面 发声了就代表它已经过去了 去看下一步怎么走 爱情人这方面单身的金牛座 要么呢是和工作客业谈恋爱 要么桃花就会和日常工作相关 或者跟某种医类 寥类 服务类等有关 同时呢 九日精心进入到六宫之后 这个桃花也会望金牛座工作的财运 意思是它不见得是爱情 也可能是客户可以多多的留意 那有伴侣的金牛座呢 一是要注意伴侣的财 或者是共同的财 可能会思考怎么样把财拿到手 或者怎么样让财滚财 也可能是如何规避到自己的损失 财方面这个时候还是要把控了啊 不要太大方 九日到十一日以后就可以开始要款了 二呢是两性关系 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 会注重这方面 比如说注重自己的身材 或者是精心布置一些浪漫的氛围等等 那财运方面呢 九日到十三日以后 没废话就是拼业绩就好了 美容方面呢整体大方向都是可做的 那要祝所有的金牛座十一月好运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心做个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